當童梁同時出現在夫妻宮的時候 這個他一定希望他感情上面的對象 他必須要不是只是 傻傻的陪吃喝玩樂就好了 他還必須要扮演一個 心靈的導師 好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介紹 天童天梁童宮 在 本命夫妻宮 他對於感情的態度 大陸上四話我們該怎麼解釋他 某網友有留言說 大家趕快按讚兩千 然後老師就會講同量 我有看到 你知道嗎按讚兩千 真的很困難 結果我在搞不太懂 我們的訂閱戶即將要四萬 我們每一支影片 幾乎都是在一個月內 都是 破一萬兩萬這樣的數字 那都沒有人按讚 那你們都是來看幹嘛的 按一下 按讚 分享 多幫我們分享一下 我們才有繼續講下去的動力 然後你也可以幫助到很多人 有一些 不管去給人家算命算多少次 都覺得嫁不到好老公 然後那個或者是 你那個是很淫亂的女人的這些人 影片分享出去之後 大家就會知道說 那個命是跟你亂講的 就不用擔心 再講 同量這顆 這兩個雙星的組合的時候 同量會在這兩個位置上面 他又不在 對弓又不在這邊 雙星的時候 對弓只要空弓 我們要去考慮說 他是不是會有一些 煞星進去 如果這邊是空的 沒有煞星 沒有煞星 這邊 這兩顆就可以借過來 那一般大家很難去分辨說 到底要怎麼借 我會建議大家 只要你這邊沒有主星 你就直接把銅樑寫上去就好了 這樣才不會混亂 尤其如果是剛開始穴的話 當然他因為他會有流年的煞星會走進去 所以他有的時候他就不能搬 有時候他就可以搬 要了解這個規則的 可以去看老師其他的 那個講 空弓的影片 總之呢 他對方是空弓 在沒有煞星的情況之下 這個兩個可以借過來 那通常這一類的人 我們在講說 斗樹盤上面 譬如說我如果命公做五曲七煞 而對公是天賦 跟 命公做天賦對公是五曲七煞 因為 本身自己 命公跟牽移公不同的心要 所以呢 他往往會有那種 我這個人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 可是別人看我 或是另外一種看法 往往會有這種情況 可是只要是空弓的那一組 通常 他就是一個表裡如意的情況 他是什麼樣的人 人家看他也差不多就是那個樣子 那當然 因為他會受到運線的煞星進去之後 沒有辦法借星過去 所以呢 他有的時候當運線的煞星一走進去 他看起來會不痛 那段時間 人家會覺得好像不認識他 可是正常的狀況之下 他都是表裡如意的 那這個其實是 雙星帶空弓的時候 常常 一般 在初學的時候很難去掌控的 那也因此就一直造成 很多的書上會講說 哎呀這個有空弓啊 會有多好多不好 有空弓啊 這個是會怎麼樣 怎麼樣 各種 諸多的 批評之詞 原因就是因為我們不斷跟大家講 陡數成立在明清兩代 明清兩代是 最 封建跟最保守的年代 所以 一切的 變動都是不好的情況 一切的變動在古人看起來都是 不好的字眼 那再加上 近代 很多 老師他就是書 是東抄一本西抄一本 然後湊成他自己的 他也不去思考 所以他都不去想那個時代背景 最後就寫出來東西就變成這個樣子 那實際上並不是如此 空弓 大概只有日月的那一組 比較難以捉摸 否則相對來講他通常都是表裡如一的 另外還有一個 雙星上一個 很重要的技巧就是 當雙星在六親公位的時候 六親就是 那個譬如說什麼 夫妻 父母 這些 有看我們影片 或是看過文章 或者是說 有上課課的同學就會知道說 雙星在 這種公位裡面 都會有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 前面這顆星 前面這顆星 1號 這是2號 前面這顆星 叫做 叫做 我看對方 然後 後面這顆星 叫做2號 叫做對方看我 我們今天講的當然是本命盤 那如果說他 不是本命盤 他是你的流年 夫妻公 這個時候你旁邊已經有別人了 那這個時候 通常 你就會覺得你旁邊那個人 那個感情對象 看起來 很天通 是天童這樣的個性 天童這樣的價值觀 天童這樣子的 胖 沒有天童不一定是胖的 你的另外一半看你 就會覺得 你像天良一樣 成熟 比較穩重 懂得顧及別人 看起來 沒有啦 雙星放在一起的時候 在六星公位上 會有這樣的特質 前面的顆星叫我看對方 後面的顆星 叫對方看我 但這件事情 如果是放在 本命上面來講 要怎麼解釋它呢 首先我們來看 銅量這兩顆星 銅量這兩顆星 放在一起的時候 它會有這種 抖數盤上面 性質雷同的星藥 在放在一起的時候 它其實都會有表示那一種 兩者他都要的狀況 什麼叫性質雷同的星藥 譬如說 譬如說銅量 譬如說 武煞 譬如說 雙星所在的時候 一定是前面那個為主 旁邊那個為父 對不對 所以呢 你不去看天良星的時候 光看天童星 這個 夫妻公在天童星的人 他命中一定是太陽 所以這個他一定希望他感情上面的對象 他必須要好相處 不計較 而且有赤子之心 而且要有豐富的學識 很能夠跟他談得來 很能夠忍受他那個太陽的脾氣 同時間 加上天良進來之後 這個人他不是只是傻傻的陪吃喝玩樂就好了 他還必須要扮演一個 心靈的導師 心靈的支持 跟一個 成熟穩重安穩的力量 因為他還要補這個天良星 所以他兩個都要 這個是本命夫妻公 有同樑的人 他基本上要找到的對象 跟基本上 希望在感情裡面的態度 你可能會覺得 這樣很麻煩 放心 他雖然這樣很麻煩 但是呢 他自己也會去做這樣子的人 所以他自己也會想要做好 關心你要照顧你 這樣子的工作 只不過說 他畢竟是 太陽星做命 所以他那個管控的成分 要你聽話成分 會比較高一點 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也就會衍生出一些 現象出來 這個是我們常講說 很多的 命理師 他們都會用本命盤 去論一輩子 這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小時候 喜歡的梅亞 跟長大之後 喜歡的會不一樣 對不對 女生小時候都喜歡 金城武 長大了 也許會喜歡 林金城 會不會 有這樣子 會不會 小編又要把我的影片剪掉 因為我講了 好 好 你們知道我要講什麼 小時候可能喜歡 長得帥的 長大了會覺得 帥不見得有用 對不對 帥很容易被 主資料 所以人本來就不可能 本命夫妻公 去論一輩子的感情 這完全是錯誤的觀念 你要用運線 去看當下的狀況 可是本命的夫妻公 會不會造就 你去那個運線的影響呢 絕對會 也就是說 你本命的夫妻公 產生 展現的 才會是你 真正要的 那個 價值 譬如說有個夫妻公做太陰 那他就希望說 女生要像媽媽一樣 那即便他運線轉到 他希望那個女生 只要會玩 然後那個 胸部大就好 但是 他還是 最後 會希望他跟媽媽一樣 那這個其實就是我們常在談感情的時候很妙的地方 你受運線的影響 你的價值觀改變 可是其實你骨子裡面要跟那個感情 還是一直都存在 所以 當運線在改變你做了選擇的時候 那個人沒有辦法去 符合你原始的那個對感情態度的時候 只要有動亂出現 那感情還是容易會出問題 總之呢 本命的夫妻公 為什麼 很多老師他們這樣論 偶爾會準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樣 因為 你會照著你原始的對事情的期待跟慾望去尋找 那只不過環境不見得會給你這個條件而已 本命夫妻公如果 做了同樑的人呢 因為剛剛所講的那樣子的感情態度 因此呢 他會找到什麼樣子的人呢 他很容易找到的 就是 老情人 老情人不是因為天良老 老情人相處起來是不是比較自然 比較沒有壓力 這符合天童 不是因為天良的關係說到老情人 第二個呢 很熟的朋友 第三個呢 分手過後 當年年輕不懂事 亂吵架分手 10年後呢 木然回首 家人終在燈火燃山處 原來以前那個才是好的 那其實 會有這樣子的 情形出現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我們剛剛說的 他希望他的感情的另外一半 是一個 相處 自然愉快 而且呢 他不需要 去擔心 並且 可以給他心理上 止住的人 很聊得來的人 那這個是 主要的結構 那如果加上四話的時候呢 我們應該要怎麼去分辨他呢 同樑在這邊的時候 秉年生 秉年生的時候呢 天童會化露 那當天童在化露的時候呢 這種 無腦的陪伴 不是無腦 就是赤子之心 不計較的陪伴 吃吃喝喝 旅遊 這樣子的陪伴呢 對他來講 會是比較重要的 他也喜歡 他也願意做這件事情 然後也因為這樣子呢 他會有很多的 桃花的機會 而且如果是秉年生的 這邊還會有個陸村 還要 按陸進來給他 再來 如果是丁年的呢 天童會化全 那天童化全叫什麼呢 天童星我們講算一個赤子星對不對 可是如果這個赤子之星呢 全是一種 控制跟一種加強 這個赤子之星呢 我一直要做赤子 那是不是就有點不太好 他就會變成啊 是一個韌性的小孩 當然還好他有天良性在旁邊幫助他 所以他即便是韌性的小孩呢 天良啊 這個老人心呢 再加上啊 很懂得去替別人 考量了這個 新藥的輔助呢 會讓這個感情相處的狀況 不會那麼的糟 小小的缺點就是啊 韌性的小孩 通常要的東西很多 所以呢 那他也就有可能 在感情上會韌性 他可能 一個不太夠 他會要亮哥 他會有這樣小小的 這樣的問題 當然因為這是本命盤 所以他如果不是 運線給他機會 他不見得有辦法 同時要亮哥 那你所以 還是要跟大家講 每次我們在講這個 夫妻公的時候 我們難免會講到一些 風險的狀態 那你千萬不要因為我們講這個風險的狀態 然後就跟你男朋友講說你看你看你看 大哥老實說你會這樣 那就會你把風險轉嫁到我身上來 千萬不要這樣子 本命盤呢 指的叫做我有這樣的能力跟機會 但我不見得會這樣去做 再來 如果走更年 更年 你知道 大部分人都說更年天童會畫技 對不對 我們講更年天童會畫科 這重要差異一點 為什麼天童畫技好像也會對 就是因為 畫科是什麼 畫科是一個需要名聲跟彰顯的 而我因為我的赤子之心 因為我的這種不跟人家計較 而得到名聲跟彰顯 我希望得到這些東西 他就像什麼呢 他就像是一個 愛面子的小孩 剛剛跨拳的那個 是一個任性的小孩 我希望照著我一直做 這個是一個愛面子的小孩 你需要給他一些掌聲 需要給他 做的事情 即便 他做的事情很無腦 你也要給他 稱讚說 你好棒 你好好可愛 這件事情 有時候 碰到煞技加做過頭 或者是這個位置很容易有陀螺心進來的時候 看起來是不是就是一個令人討厭的小孩 所以 他 就讓人家會覺得有 一點像畫技 所以他用畫技去解釋也許也會是對的 但是 在我們解釋裡面 他是畫科 這組基本上 他找的對象 必須要讓他覺得 他可以不用像畫拳的那麼好掌控 他必須要讓他覺得說帶出去很有面子啦 這女生呢 可以幫忙他啦 然後這男生長得還不錯啊 比較在乎在 這種外貌 或者是說 學士 或者是說 跟人相處很好 會讓他覺得 有了這個感情對象之後呢 他的生活會很豐富 而且他可以到處講給人家聽 好 那這個是畫科 當他走根的時候啊 他這邊同時還有一顆陸唇 不管你的天童是放在這裡還是放在這邊 他這裡會同時有個陸唇 所以坦白講啊 那個 走根天童畫科然後再帶當陸唇 在感情上面呢 其實算是相當的有辦法 而且啊 找到的對象條件也都不錯 這感情有辦法找到的對象條件又不錯 而且又懂得關心人家 這樣子的人 會不會 也是有風險呢 當然也是會 可是 還好啦 可是還好 就是 人都是這樣子嘛 你希望你的另外一半條件好 條件好的 人大家都會搶啊 好再來 如果是走乙的話呢 天然會畫拳 天然會畫拳 天然會畫拳的時候呢 跟天然畫拳會不會是任性的小孩 不會 因為呢 他除了是 老人家 希望的這種 你要聽我的話 這種控制欲之外 他會相對 因為他不是桃花心在畫拳 所以他相對來講 他其實還是穩定的 缺點就是說 他希望另外一半要能夠聽他的話 那如果是 走幾年的時候呢 天然會畫科 他就是一個啊 願意到處幫助人家 把對你的好 很認真的表現出來 然後也希望呢 你呢 要能夠尊重他 他比畫拳 好一點的地方是 他不會是 那麼 強勢的 去要求你 在感情上面 如果是 畫路的呢 畫路的這一組 非常的讚 當他喜歡你的時候啊 他就是無怨無悔的 幫助你 為你做很多的事情 然後會覺得 你是他生命中 唯一要照顧的人 我們剛是講說那個 對公是空公啊 他就是個標理如一嘛 表裏如一有另外一個意思就是說啊 我對你做的事情 也就希望你要對我這樣做 感情的功位尤其是如此 感情功我們常講說啊 他就是一個 一面鏡子 我對你做什麼 其實就希望 你也是這樣對我 所以 他 會無怨無悔的為你做很多的付出 其實希望你也這樣對他 雖然 你不這樣對他 他也沒關係 但是呢 他 會有這樣子的期待存在 OK 總之呢 這個是啊 同樑同工 然後在本命複雞工 如果放四畫進去的時候呢 會是基本上什麼樣的解釋 那如果這段影片呢 大家可以再深入一點的時候啊 你就會知道說啊 當我啊 本命在天童畫科 而運線走到 天良化 路的時候 那他會是什麼樣的意思 本命我有這樣的個性 而 運線走進去的時候 我在這一年 我會特別的容易做什麼 那這個其實就是 我們在 開始慢慢慢慢掌握這個運線盤的時候啊 他可以怎麼樣啊 搭配起來做組合 然後做出這樣的解釋來 OK 希望有回答到 同樑同工 這位網友的 疑惑 然後 同樑這一組 在富士宮其實相當的不錯啦 可以跟這樣子的人交往 也都還蠻好的 這組 也會比較在乎性生活 所以如果說你的對象是這一組 那 可能你要努力一點 健身房該上要去上 不要常熬夜 熬夜的時候要把時間留給自己的另外一半 好 謝謝大家 幸福快樂